那其他相關的功能 這邊當然比如說顏色 你如果不喜歡剛剛那個顏色 剛剛好像原來預設是紫色 如果你不喜歡紫色的話 沒關係這邊有很多顏色 因為這個是新的版本 所以剛剛有同學 一跳出來是舊版 上方好像什麼 有什麼歡迎 體驗新的版本 你要按下去它才會變新版 而且 按了新版之後 好像就回不去了是不是 我不確定好像就看不到 這邊有個是跑掉的什麼 它這邊還有一個 返回舊版 的Google表單 也就是讓你可以切回去 切回去 不過我發現好像 這個我比較熟悉 上面就會有個什麼 體驗 新的版本 因為 舊的版本好處是這樣 因為我一看就一目瞭然 為什麼 上面有幾個回覆 這邊會出現二 表示有填了兩個 那比如問卷 你們填完之後 我可以看到 有幾個填完 我就馬上知道 但是新版好像沒這個東西 還有什麼 工具 再看各位 個人的喜好 這個 這個的話 觀念上都差不多 那裡面一樣 一個 這個問卷的名稱 那幾個題目 最後一樣 傳送表單 那 再來的話 我們剛剛講的 我把它切回到那個 新的版本好了 那 最後的話 傳送 裡面會有個 這邊有個 千路 那特別注意就是 高度可以設高一點 假的1000好了 然後寬度大概設為 大概640 OK 那把這個地方 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的話 複製之後的話 可以再切到那個 我們的 那個 Dreamweaver裡面 然後呢 找到我們意見回覆的那個頁面 這個頁面 的中間 圓埋這裡面 是空的 只有 兩個字內容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找到這個裡面 特別注意 這個一定要 切到程式碼這邊 它的結構一定是 Content Data Raw 一定是Content 結束 在這個中間 這個中間 請你把剛剛的程式貼上 貼上 在Content裡面 貼上它 那它一定是一個 iFriend 斜線iFriend OK 中間有個什麼載入裝 好了之後 切到這邊 切過來 這個時候有沒有 就出來了 那因為我設定的是 寬度是640 所以 這個寬度 可能會有一點 比較放 放的 它比較寬一點點 那如果你寬度 要再設定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這邊還有一個數字 這邊可以更改 如果你覺得 640太高 480 切過來 有沒有 它這個地方就會稍微再縮一下 最後的話 你可以用即時看一下 連結到意見回復 Page 3 連結過來 過來了 不過 我是比較建議 因為這樣看 比較不準 最好還在手機裡面看會比較準 好 那比如說填完資料 填完資料之後的話 按個提交 這個東西的話 就會被什麼 連結到那個 就是把你的意見 丟到你的雲端 表單上面去 好 那我們可以從哪邊去取得那個填度的訊息 就是從回復裡面 那你也可以從什麼 從這邊 看到 人家填的資料 OK 那 這樣會比較簡單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說 像我也常常遇到 就是說 人家填的 可是我不可能說我隨時在這邊看 說有沒有人填 那如果說你將來希望 一個需求 就是 人家填完之後 會 通知你 該怎麼做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這個還蠻實用的 工具裡面有沒有 有個叫做通知規則 這個通知規則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如果 有任何的變更 或者是什麼 使用者提交表單 意思就是說呢 有人填的資料的話 你就立刻用email通知我 用哪個email 就是用你現在這個email 你建的這個 他就會寄信給我了 那這個功能還蠻方便的 因為只要有人填 比如說一個訂單好了 填的資料 他只要按送出 我mail就收到了 我手機就知道 有人填的訂單 那我可以馬上處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甚至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因為裡面反正要填一個 訂購單不是太困難 OK 然後呢 你就可以回來 他會 寄一發 mail給你 告訴你說哪一個表單 有填資料 那你會回來看 一樣從手機裡面 一樣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想 蠻方便的 提供給各位參考 這個 如何把那個Google的 表單 遷入到 我們的那個app裡面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不過目前 可能就是我剛剛講那個問題 就是同學問的 就是 在網頁裡面看得到 在 裡面看到 但是如果你把它用 phone gap 把它 打包過之後 這個就不見了 原因很簡單 因為phone gap現在沒支援 但是後來我用了那個 另外一個方法 又OK沒有問題 所以顯見是 phone gap 他把這個服務給關掉 那 剛剛同學問說那個 那是不是沒有付錢 是不是這樣 那付了錢 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因為我也沒付過錢 所以我也不知道 所以 如果有付過錢的同學 不妨你轉轉看 你付了錢之後 發現你的 對外連結居然 開通了 那這個付的錢就值得了 OK 因為 至少他可以解決一個 比較麻煩的問題 反正到時候 又要自己在用原生的方式開發 那真的是也是 對一般來說 還是 又回到原點 剛開始 會用這個來開發 就是盡量就是不要用原生的方式 但是你 最後 最後一里路 奇怪還是這個地方 還是走不通 那勢必你又要去用那個 NJSDK的方式來開發 那真的這也是 蠻麻煩的 OK 這部分請各位試試看 那除了意見回復之外 其實還可以做很多 雖然說他不完全可以取代 那個PHP加MySQL 但是 只要你是簡單的填寫 或者是說你只是簡單的要 取得 使用者端的一些訊息的話 用這一招其實還已經夠用了 暫時夠用了 但是如果說你要更嚴謹的東西 比如說一個公司 跳出一個Google的東西 感覺好像不夠正式 那 這個時候 就可以 改由 用 PHP的方式來做了 不過那個當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為 可能公司本身就是有架捨 那就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OK 所以這裡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 意見回復這個部分完成 那這一題的話 應該就 就差不多先到這裡 所以裡面的話大概就是 會有那個 像 攝影名詞 相機種類就是按鈕 然後也可以讓他back回去 那再來就是那個 相片欣賞 就剛剛的那個動態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我們那個 意見回復 意見回復的話 意見回復就是用Google表單 好 那 再來就是其他那個 要把這個app 把它做得漂亮一點 也許你可以再複習一下 用那個 JQuery Mobile的官網上面那個 SIMMING 那個可以把背景 做得漂亮一些些 OK 這部分 剩下時間給各位 試試看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來看那個 後面我想我們再來看那個Google map 我覺得還蠻實用的 好